接牌典礼在幼儿园小朋友精彩的太鼓表演串场下充满活力与欢乐的展开 接着游县长许淑华协与会贵宾共同为毕州里西级巷农场照站接牌 导入专业的预防吉言缓示能课程 鼓励讲者们走出家门并多与辞去邻里互动 县幅非常注重老人家的健康及日常生活的照护 这次在毕州里增加设置西级巷农场照站后 希望鼓励长辈们更健康地走出来 与更多的老朋友交流学习互动 达到减缓老化的目标 最后我们一周都做了四天 还有办法共产的服务 让我们做的势团人身体健康健康 也希望我们这些势团人比较多走出我们的家里 那么一起来做一些脑力的活动身体的活动 那么可以减缓他们老化的现象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 所以说为专业和地方大家都非常用心在做 我们管政府未来我们在这个头顶长照的系统 我们也会全力的来支持 县远庄士杰表示 县福积极的推动普及长照服务绩效有目共睹 未来只要有需要 他也乐意在县议会全力支持县福 这项家会宪明的政策推动与经费的编列执行 欢迎长辈们一起来上课 增加活动的机会 延换失智失能的发声 西级巷弄长照站 周二到周五都提供用餐 乐龄课程等服务 透过营造高龄友善的营法空间 让社区的长辈白天有个好去处 活络筋骨 动脑失靠 以预防失智 延缓失能的发声 让身体更健康 记者洪一轮 草屯镇采访报道